在放生的过程中呢 有时候会造成少量的放生物死亡 就会有人指责我们放生不如法 这个是我们放生的这个活动当中 可能是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了 而且大家舆论的一个脚点 放生结束以后 村民啊或者什么的 他们进行了捕捞这些物种 有的师兄可能会捧吓对方 这个就是慈悲心导致了这个尘寒心 实在是解决不了了 那这个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了 师兄们一起随喜了一些钱 一起去买物名放生 在运输的过程中 鱼贩子会偷回一部分 那这样的话组织者来说会不会有过失呢 组织者不会有过失 欲凡有过失 对 慈程罗珠刊部 色达喇荣五名佛学院刊部 教务负责人 当代著名宁马派上师 藏传佛教的弘扬者 刊部长期深入藏地 以广大慈心 宣导戒杀放生 素食环保 教育禁毒 防治艾滋病等理念 眼见现代人杀生情况严重 手段残忍 自1997年起 他亲自率领大众放生 倡导生命平等 解杀护生的理念 并不断调整改进放生的方法 强调以严谨的态度 科学的方式救护生命 近20年来 数以亿计的生命 因此于屠刀下获得新生 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放生刊部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会灯问道节目 那在上期节目里呢 我们的慈程罗珠刊部 为我们解答和开始了 关于放生的话题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 对于放生的话题 有请慈程罗珠刊部 为我们继续进行解答和开始 我们掌声 有请五名佛学院上师 慈程罗珠刊部 刊部您好 你好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吧 通常会遇到快死的小动物 那有的师兄就说 不应该花钱 浪费钱去买这些快死的小动物放生 应该买一些健康的 救助这些健康的小动物 请问刊部这样如法吗 我们当然了 就选择这个健康的 因为健康的就是 就你把揪下来了以后呢 它可以活得时间 就可以唱一点 这个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也不能说明 我们比如说快死的动物不救了 因为它不健康 我觉得这个理由也是不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想 我们比如说自己 我们这个尸身出敌的去想 比如说我自己面临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我选择自己病死 还是被杀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没有人说 反正我要死了 那么就是怎么样宰杀 也可以怎么样都无所谓 没有人这么说 我们还是选择 还是就兵死 自己自然的死亡 我们不会选择宰杀 那么自然的死亡跟宰杀 这个痛苦不一样 对死亡的恐惧也不一样 虽然很多的动物不像人 他要接近死亡的碳料 他知道他发现的时间 没有像人这么造 但是比较接近的时候 他们都就发现了情况不描 所以他们也非常非常的恐慌 这个时候我们把比如说生病的小鸟 揪下来就把它放在一个稍微相对来说 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这样子让他慢慢的自己死亡 这样子的话 对他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好的 谢谢坎普 那我第二个问题是 这里面有两个 还会有两个小问题 那就是在放生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鱼市场 去看到有的鱼快死了 但是如果我不买他的话 他马上就会被宰杀掉 那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买了他了 但是在放生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就是还没有放他呢 他已经死掉了 那这样的话 就是我就想请教刊部 就您刚才说到的因果 那会不会我承担这种 加速他死亡的因果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不是因为你卖下来了 他就死了 这本来就是他生病 他快要死 那你快要死的时候 哪怕他只剩下一分钟 或者五分钟的生命 那你要把他从土岛下面揪下来了 那你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也是一种方生 那么你揪下来了以后 他就不能继续生存 那是他自己的身体的原因 这个跟方生的人没有关系的 应该是久的 比如说我想你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两个当中 你只能久一个的话 那你选择健康的也可以 也说得过去 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脂肪健康的不方 不健康也不是这样 然后这个健康的仿 不健康的仿了以后 虽然他没有生存多久 但是也有方生的功德 这个也算是方生 那这个里边第二个小问题就是 如果我没有买他 那我可不可以就说 念佛号或者是默念 那有没有一个什么形式可以让他得到帮助 有 就是对 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非常无奈 比如说你去你到这个鱼市场去买东西放 你不可能整个这个市场上的全部买完 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五种 不可能全部买掉 那么或者是你在这个一个鱼池里面的池子里面的 也就也不一定全部买的完 你就只能买一部分的生暇的怎么办 那生暇的就是没有能力的话 其实是是没办法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内心当中也是很难守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帮助他们的方法 就是给他念佛号 给他念这个佛号 还有就是给他念一些这个周语佛经 这样子对他还是有帮助的 那念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没有关系 多长时间都可以的 好的 谢谢堪布 即使在自己还没有能力 无能为力的时候 还是有其他的方式来 对 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对 好的 有请下一位观众 堪布好 那个我遇到一些这个放生的团体啊 他们为了这个吸引更多的人呢 来参与这个放生 所以呢 他们这个把这个地儿选在一些 这个山清水秀啊 风景秀丽的地方 而且也确实是有很多朋友啊 因此呢 来参加到这个放生的这个行动中去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像这种形式的组织者和这个参与者 他们这么做如法吗 谢谢您 首先要看他为什么要召集这么多的人啊 他为什么就是想吸引这么多人 如果他的这个的他的目标啊 他觉得更多的人这个参与的话 就大家都有这个方生的功德 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方生的功德啊 这样子的心态发心的话 那是可以应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如果是其他的目的的话 那就那就不好说啊 谢谢您 嘿嘿嘿 就是还是看组织者的一个发心 如果他选在山清水秀人丁兴旺的地方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放生的 行为当中来对是好的 但是如果是为了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 对 这个行为可能就对对对 是是是是好的 是邀请下一位跟着 师傅您好 您好啊 就是现在在放生的过程中 我对放生的时候 那个有些放生环境的困惑 比如我们好不容易在北京这块地域发现就是放生的那个那个环境比较适合放生的环境就越来越少了 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块水库觉得这样比较大 比较适合那个水产物生存 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因为自愿的缺乏 那大家可能放生的团队就越来越多就都在这块水域去放 可能一天每一天都有放生的不同的放生的群体在这放 那么就会有个困惑就是 其实这块水库的湖面就这么大 那么它会不会破坏到一个天然的这个生态平衡 本来一片湖就只能允许或者是融得下这么多的生物那个众生去生存 但是你每天放每天放越来越多 那它会不会破坏掉这个生存生态平衡 就是第一我我没有其他的地方 像我是不是还需还必须在这放下去 第二就是你通过这个放生在这块湖面 这个水库放生的越来越多的话 那么可能其他本原来在这块那个水 那个水域下生存的这个动物 它因为外来物种的越来越多 所以它可能没有那个食物的资源 它反而会那个死掉 或者是因为这个死掉 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有没有这个过失 会的这两个都会的 比如说现在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了 就本身背房的话 可能是放生的环金 就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的可能是比较少 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放生的团队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刚才讲的一样 比如说很多的寺庙 它有放生池 但这个池子不大 那么这样子以后 这个池子里面就很多人去放 而且就放各种各样的污种 这样最后就是这个池子 就没办法容了那么多的生命 最后就是就放生吃 就没办法用 用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这个水苦的话 可能打形的水苦的话 稍微好一点 但是也是有这个问题了 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情况 如果实在是不适合放生的话 那就不应该放了 不应该放 我们换一种方式 比如说呼声 或者是帮助流浪狗 流浪猫 或者是流浪汗等等 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方法去帮助人 这个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比如说 比如说你就本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小鱼 然后你把巴西鬼或者是连鱼放下去了以后 然后他一定会把很多污种会吃掉消灭的 这个有没有过失 过失应该不是很大 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不能因为我没有过失 我就可以这样子 这个不可以的 因为我的放生就是导致了这么多的杀生 这个也是不对的 我记得佛教里面就有两个故事 这两个故事就是充分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就曾经就有一条河 有一条河 那么这条河是没有桥 然后就有很多的小船 就把客人送来送去的 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人就很善心 就发一个很好的心 就绣了一座桥 然后绣了一座桥 对人来说就是很方便了 不需要花钱了 但是开船的这些人都失业了 都饿死了 那么这个就是心闪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负面的作用 这是佛教里面这样的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 佛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人的侯缘 侯缘就有一个痴子 这个痴子里面本身就有很多的小鱼 然后有一天他就买了一条大鱼 他想仿生 然后他想把大鱼也就放到他这个痴子里面去养 这样子以后他放下去了以后 这些所有的这些小鱼都被大鱼就吃掉了 这也是一个他想的是心闪 但是最终的结果 他想是方生 但是结果就是导致了杀生 而且他的杀生的粮 就是远远超过了他的方生的粮 这个就是佛教里面就举这两个例子 就是说这样子的善是不可以做的 它即使是善事 但是还是不可以做的 所以佛教就是讲心闪 必须要有智慧 这个方生需要智慧 不仅仅是方生需要智慧 很多事情都必须要有智慧 所以我们没有智慧的这些盲目的这些心闪表面上看 或者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 我自以为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在做好事 但是这个好事对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 有可能变成了坏事 这样子都是 这些都是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之前 必须要想好 但是这个有没有过失 我想应该是没有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 他没有过失 但是他虽然没有过失 他的这个行为 就是给很多很多的生命带来了宰难 所以还是一定要精神 谢谢师傅 就是他没有主观故意的造成这些伤害 但是这些伤害还是存在的 所以还是尽量要避免的 所以还是围绕我们讲的科学放生的观念一样 我们一定要在放生之前做好这个互生的准备 在如果条件真的不具备 附近没有这样适合条件 给你来放生的话 你可能要选择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放生了 对对对 好的下位观众 康姆您好 你好 是这样就是 比如遇上这种情况 就是放生结束以后 别的一些就像边上的村民啊 或者什么的 他们进行了捕捞这些物种 就是有的师兄可能会比较生气 然后情绪比较激动 然后可能会在言语上跟他们发生一些冲突 就是可能会说一些不好的话 吵架呀 或者更有甚者是恐吓对方 就是遇上这种情况 您说应该怎么处理 一个是就是对方捕捞的时候怎么处理 再一个就是 真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别的师兄怎么处理这些 不老的话就是我们首先就是要把我们自身的工作要做好 怎么样去控制不老的行为 但一旦发生了以后 这样子吵架发生气 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 这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因和国的关系来看的话 因是善良的 它导致的国就是不理想 呈恒心 这个就是慈悲心导致了这个呈恒心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 放生之前把这些事情工作做好的话 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放生的时候 就到这个湖的中间去放 当然你要看这个湖的神都有多神 有些鱼是这个污靡一响 有些是一米一响 有些是污靡一响等等 这个我们还是要清教一些这方面的专家 然后你确定 比如说这个鱼可以在这个湖的中间 可以生存的话 那就在中间房 不要在边上房 然后在中间房的时候要分山 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 要分山 比如说你在这个船开到中间去房的话 边开边走边房的话 那船的这个速度稍微快一点 然后就是不要就大量的房在一个地方 就是用小的盆 就是就要起来 就是放少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 完全是可以可以避免 还有就是放下去了以后 有几个小时之内 就是有人砍 有人砍 这样子的话 就是可以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但是如果一旦有人老的话 那我们还是要有一个 通过一个比较温柔的方法 去劝他们 这个就因为毕竟这是一个 一个利益塔的好事 然后我们离异了 离异了这个东吴 但是有海了这个人 我也生气 他们也生气 最后就结果就不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我们把自身的工作做好 那一旦发生了以后 还是通过这个文和的方法去解决 实在是解决不了了 那这个就是已经超越了 我们的能力范围了 就只能这样子 当然看不 对 就是说我们在前期放生的时候 一定要有智慧 对 把这些问题都想到 尽量 对 不要发生 如果真的发生了 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不要激化矛盾 对 不要激化矛盾 对 比较温柔的方式来对待 对 好的 下一位观众 师傅您好 也好 想跟您请教几个小问题 如果家里人不听劝 比如说买了一条活鱼 然后进行宰杀 如果给他念方生依轨 有没有用 还有他能不能听得懂 对 家里人 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面 比如说有一两个人 是吃俗的佛教徒 其他人是没有信仰的 他要吃柔 那么很多时候都是在残主上 产生一些矛盾 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能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自己就坚持自己的原则 比如说你是一个吃俗的人 你就坚持你的原则 如果他们不愿意听你的 那么就是不要给他讲了 不要给他讲 就是我们相互都准重 不敢说 这样子 但是 比如说这个时候 你给他 这个时候 比如说被再杀的欲 最好的就是你给他念舟 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 是没办法救了 这个是没办法救了 但是还有办法可以帮助到他 你可以给他 比如说如果你有甘露丸 给他持 然后你有锅接驼 在他的上面这样子锅 然后 还有你就可以给他念佛号 这样子的话 虽然是没有弯救到他的生命 但是还是另外一个方法 还是帮助到他了 最好的宣则就是这样子 他听得懂 他听不懂的 但是他听得见 这些佛号 只要他听得见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 如果给他念完这个方生仪归以后 然后家里面人又进行宰杀的话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罪业 这个罪过会不会更严重 谢谢您 不会的 不会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再杀了 比如说再杀一条鱼 一个普通的鱼 跟你你的方生的鱼 两个的罪过 再杀了这个方生的鱼的罪过 大一点 但是你现在这个还不属于 不属于方生的了 这个是本来是要再杀的 你只是给他念一个佛号而已 现在他还不是方生的鱼 所以家里的人栽杀了 也就跟普通的鱼一样的罪过 不会增加 也就是说念与不念 他都是会有这样的结果 对 念了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对他 没有办法去强加于人去和你的信仰一样 但是你可以通过你的行为来影响他 实在是影响不了的话 那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些 对 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 是的 好的 下一个跟着问题 看不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 比如师兄们一起随喜了一些钱 一起去买物名放生 那比如说在运输的过程中 鱼贩子会偷回一部分 那这样的话 对于组织者来说会不会有过失呢 组织者不会有过失 鱼贩有过失 鱼贩 对 谢谢 感恩看部 真的是 就是组织者的发心初衷是好的 对 有过失的是 对 贪图一些利益的语法 对 对 对 看部你好 你好 我经常参加放生 在放生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造成少量的放生物死亡 那这时候就会有人很生气 会指责我们放生不如法 那其实我们已经尽力的做好保护措施了 可是还是避免不了死亡 那么就是我想请问看部 就是放生物死亡 放生者有过失吗 会承担相应的因果吗 对 这个是我们放生的这个活动当中 可能是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了 而且大家舆论的一个角点 过失是没有的 我想的话 比如说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 包括的这些措施 比如说云树的过程当中 快速的就到达目的地 然后让鱼不给它缺氧 然后鸟也就是不要让它太鸡啊 菜丝就是等等 还有牛和羊也是这样子 我们尽可能可以做到的这些保护措施都做了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优先 就不可能我们把每一个生命都活得好好的 这个我们放生的人有些时候也做不到的 那么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死了 比如说我们牛和羊 这个放生的时候就被猜死的呀 等等的还是夺的 这些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过失 有没有什么罪过呢 没有什么罪过了 这个不是故意的 更不是恶意的 没有什么罪过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经一切这个方法 就是把无中安全的就送到目的地 然后把他们生存下来 这个生存存活率 我们唯一的要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放生的它的核心的意义 您能再给我们讲 那你继续说 讲一讲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放生 就是过程 科学的放生我觉得有很多方面 第一个比如说首先是放生的话 我们就是给它一个第二条审明 然后让这些无中挥到这个大自然安全的生活 那么这样子的话 首先我们要去考虑它的 我们放完了以后它的这个生存 那这样子的话 首先是要考虑它的环境 环境 比如说放鱼 那什么样的玉 适合什么样的这个水 包括睡的这个身和钱 还有就是睡的这个温度等等 还有就是也要考虑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一些小的这些玉 如果跟鲜鱼或者是巴西鬼之类放在一起的话 那么它也火不了了 那么等等就是它有没有这样子的天底 这些全部考虑好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同时就要考虑好 我们把这些无中放到某一个地方的话 它会不会导致环境的污染 还有就是会不会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 这个是我们佛教徒必须要必须要这个学习的 如果是现在我们可以伤亡可以差 还有一个呢 我们可以去去请教一些这方面的专家 这方面的专家 放生是绝对不能盲目的去放 必须要将就科学 环保 神态的平衡 这些是必须要打倒的 如果是我们的放生导致了环境的污染 还有生态平衡的破坏这样子的话 那么一方面我们把这个物种是久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 这个功德和这个罪果 也就是最终也不清楚哪一个更大 所以环境方面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们这方面有些地方 我们还是要清剿一些 这方面的专家是比较好的 网上也可以差 但是网上就不一定是很全勉 就清剿一些专家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比如说放生 它会不会导致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放生了 本来是这个地方没有人去扑脑 没有人去扑 但是因为有了放生以后就产生了 比如说不闹 抓动物 这样子的话 这个放生也就失去了它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科学放生就有这个范围很广 我们一定要以后我想的话就我们佛教徒一定要科学放生 在放生的同时就不能没有科学这两个字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了 但是这个要相细的讲的话还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内容就比较多了 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买生的时候买这个不管是买鱼也好买尿也好 这些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卖 这个当中会不会有产生了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因为我们不懂这个行情 然后会不会导致了一些其他的负面的东西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这两年的这些媒体的报道当中 比如说买蛇 然后就放在这个这个这个村庄的旁边 然后老鼠就放在这个村庄上等等这样子的事情 这个确实也是一种一种佛教徒的一种不太科学的一个防身的方法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我想的话就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了 第一个是我们防身的不管是鸟育他们的这个安全 他们的生存存活率这是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对其他的 比如说环境的影响生态的影响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我们这个防身会不会导致一些 对人类比如说蛇 还有这些东西就放在不改房的地方的话 就会影响到其他人 就不能影响这三个人 这三个情况 这三个事情是我觉得使我们防身的时候 在科学防身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些我们想逐渐的去了解 我也想就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个科学方向的一个具体的方法 在想 但是我们可能还要一点点时间到时候就形成一个蚊子的东西 然后就给防身的人看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防身一方面可以达到我们佛教徒的防身的目标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不破坏这个环境 对他人的因也不会导致一些不好的影响 这样子的话防身就比较圆满 科学放身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谢谢 好您请坐 其实看部的意思就是说 放身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一个物命放归大自然这么简单 他要考虑很多的各种类型的因素才能够做到科学放生 那么在放生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个别的物命的死亡 但是你的意愿是好的 不是故意造成这些物命的死亡 这些是可以被原谅的 那么说到科学放生 我这有几张图片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片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看部也一起看一下 这是一个鱼类的一个放生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物种 可能看了不是很清楚 这是一个鱼类放生的泥鳩 放生的一个现场的画面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它是在一个行进的 匀速行进的一个船当中来进行放生 而且有很大量的物命泥鳩被放生 它是被分为很多个盆 分批次的放生 而且它在放生的时候 它的手离水面是很近的 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 这个物命的恐慌和意外的死亡的发生 然后为什么在匀速的水 匀速的前进的船 还有没有在岸边放呢 可能就是考虑到捕捞 防止有人会伺机的去集中的捕捞 还有物命过于集中的话 可能会阻碍它的生存 这是一系列的考量 然后看下一张图片 这可能就是科学放生了 专业的一些潜水人员 配备很专业的潜水服 这是一个比较厚的 可以保温的潜水服 还有氧气瓶 这样可以使它们下潜到比较深的水域 可能去看一下 放生和互生两个方面的 这是互生的部分 我们可以让这些专业的人员去看一看 到底这些鱼类 我们放生的无名 存活的情况 到底它们有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生存环境 这个也是这个情况 我们到中心的水域 我们来 怎么说呢 去看一看 亲眼看一看我们放生的这些物名 有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生存 这张图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一个测量的 一个勘探的一个器具了 可以说我们再近距离的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这里是一个深度 可以看到深度8.6米 还有一个水的温度是24.3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小的这些数字 还有图案可能是鱼的一个分布 鱼的图形 然后这些的鱼的数字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们的这些水下 在24.3度8.6米深的水里 我们所放生的这些鱼类有没有很好的存活 它们的密度到底是多少 其实这些有了这些专业的人员 专业的这个器具 可以让我们切实实做到能够科学放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好的 那么看看下一位观众有什么问题 看部您好 听了您的讲解 对科学放生有了一定更进一步的理解 但是因为自己智慧有限 之前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也去参加过一些不科学的放生 比如说没有勘察过这个环境 是否适合这个物名生存 请问这样是否有很大的过失 应该要如何去补救呢 从过失 从嘴果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嘴果的 因为你也不是故意的 更不是恶意的 只是你这个放生的一些该做的这些事情 没有做得很到位 需要考虑的一些事情 就是没有考虑的很轴圈而已 所以有没有罪过呢 当然是没有什么罪过了 但是过去的都没关系 从今以后的话 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 就通过大家的努力 通过我们所有佛教徒的努力 这个放生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规范 科学 然后有慈悲的真正的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我们这个放生就给社会大众的影响 就是一提到这个放生这两个子的时候 大家都就能够欢喜 然后能够尊重 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如果是我们就因为我们佛教徒自身的 这个放生的方法不对 然后就在这个社会的语伦 媒体的负面的报道当中 把这个放生全部毁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些弱势群体 对这些生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很大的损失 然后对我们大家来说 也是一个 这个放生 它是一个文化 然后同样也是一个 同样也是一个新闪 不管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 从这个新闪的角度来讲 它在一个这样子的舆论当中 让它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让它尖短的话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可惜 那么这个责任就在我们佛教徒的身上 不在于媒体 不在于其他人身上 就在我们佛教徒的身上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这个放生 既要放生 也要符合这个科学 也要符合这个佛教的 这个真正的这个放生的精神 这个很重要 感恩看伯 谢谢你 那么之所以放生 可能现在被提到 可能会让人有一些偏见 而这些偏见产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科学的放生 都没有得到这种可能科学放生的知识 如果这些知识更完备的话 可能再提到放生的话 大部分人都会支持这种行为 更多的人会加入到放生的行列当中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智慧 科学的放生 好 感谢看部的精彩解答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期的会登问道节目 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 那更多的互动和问题 我们将在下期节目为大家解答 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看部的讲解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做功课念经迟早的时候 心里会有咋念 这个怎么对质 对这个禅丁可能是没有遗远了 祈祷佛朴寺的时候 总是生不起信心来怎么办 可能是福保不够了 业障身中 请您给我们推荐一下 如果一身中一定要去的一个佛教圣地 如果去超败了这四个身敌的话 那就是造了再大的业 也可以不多这个恶取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